應該是可以 應該比120大了 剛好 剛好 還不到120了 剛好120 現在是插在這個轉接 下次有機會我們試看看 這個Hiro Key我忘記是哪一顆了 開始了 我們在裡面聊天 都收進去 我擋鞋帶一下 所以今天是在 在CC的社團裡面開直播 我們今天用了一個 新的儀器 來測試看看直播的效果 這台車 是目前 新車掛牌率的第一名 非常非常的 銷售的狀況 非常厲害 這台車是TNGA的底盤 這款車有分一般的汽油 也有分油電 這台的油電 油耗非常非常的省 而且油電的車款 經理自己的體驗 是最喜歡的 就像現在36-37度的一個氣溫 它的冷氣比一般的油車 還要來的厲害 因為壓縮機不太一樣 在體驗最深的應該是RAV4 而且還有通風座椅 這個天氣有這樣的配備 相當的棒 這台車的底盤一樣是TNGA的系統 只是後方的話 是TNGA的DASH問號 它的後方是拖一臂的系統 這一個的原廠懸吊系統 車主的反應 有很多車主都是反應說 家人在坐後坐的時候 非常容易會搖晃 所以這台車我們的配置 前方麥花城 配置的是7公斤的彈簧 後方配置的是4公斤的彈簧 那這台車前面的設定 沒有特別的難處 只要阻凝 就是活塞感的阻凝 設定正常 然後彈簧的配置正常 基本上前方的設定 不太會有異常 那後方的話 它的彈簧的設計跟阻凝 還有行程長度的設定 就是這台車好不好做最大的重點 那像是這台車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它原廠的懸吊系統 這是後方的拖一臂系統 它的彈簧棒數低 然後預載高 所以它的彈簧長度比較長 這是它後方的彈簧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的阻尼 這個一般的像這樣的拖一臂系統 其實歐系車也有 有很多的這樣的系統 可是歐系車它的後拖一臂的阻尼 這個軟硬度 就遠比日系車還要來重很多 這個是日系車 所以它的阻尼就是舒適 至於要操控的話 可能就不是這台車 它原廠設定的一個方向 這個是後方的阻尼同聲 它的行程也很長 KT後方的行程 做到177mm 所以它後方的行程 KT也做得蠻長的 然後這個是前面的賣花層 這個車都還很新 這個便利拆下來的狀況都還很好 那這個賣花層會有一個上座 這個上座的下方一定賣花層的設定 一定會有一個軸層 那這個軸層跟上座它是消耗品 防塵套、饅頭這個也都是 那這些的所有的零件 KT都是副總層件 有附上座、有附饅頭、有附防塵套 所以這些的零件都不需要拆下來沿用 如果有的像是其他進口的品牌 它是需要拆下來沿用 那拆下來沿用有兩個風險 第一個就是如果上座的狀況不是很好 拆裝下來有問題的話 那到底是換上新的便利器有問題 還是原來上座有問題 第二個就是它拆下來之後的 組裝的順序 有的車款是有一些方向 有的車款是有一些角度 所以會比較容易會有安裝上的失誤 但是改裝KT不用煩惱這樣的問題 因為KT是全部都是總層件 只要技師把它的長短 還有阻尼軟硬的設定 裝上去螺絲記得要鎖附 這樣的話就好了 所以前面的話 安裝上KT的話 是沒有任何技術上的問題 那後方的話 就比較會有安裝上的一個技術門檻 來我們先來介紹後方 後方的懸吊系統其實很簡單 它只是彈簧跟避震器分開 那這裡的安裝的重點其實就只有一個 就是我們後方的彈簧的預載值 千萬不要預載過多 尤其是像這樣的懸吊系統 它的空間數比較低 如果我們把這個桶聲把它縮得比較短 它的彈簧預載值比較高 那像台灣的道路品質比較沒有那麼好 所以在低速的一個感覺就會覺得比較癲 所以這個桶聲預載 把這個彈簧把它壓縮大概3到5mm左右 就是剛剛好的規格 那這個行程如果鏡頭從這裡拍的話 這個KT的作動避震器的活塞感行程 有到177 所以行程也做得蠻長的 那上座的部分要沿用 那在這個活塞感的下方 這裡有一顆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 這個後方桶聲的軟硬度 那正常來說這個 調整鈕是坐在上方 可是這個車款我們是坐在下方 用意就是希望能夠更方便車主來做調整 那如果一般車子不用撐起來 手夠到輪胎的後方 就能調整到這一台車的軟硬度了 那調整的方式 一般我們在上方的話 由上往下看 順時針是變硬 逆時針是變軟 可是這個是變成導樁了 所以由下往上看的話 順時針是變硬 逆時針是變軟 所以這個是後方 調整的時候比較特別的地方 這個是後方的桶聲 那後方的攤桶我們配置的是250場 4公斤的規格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還是一樣 就只有一個重點 後面的話 桶聲不要把它縮得太短 縮得太短後方就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這個是後方唯一安裝的技巧而已 那前面的話比較簡單 前方的話我們在 桶聲這個地方 下座的這個地方 這裡有離仔串 這個離仔串的話是用原廠離仔串就可以了 那下座的部分 也都是這台車CC所專用的規格 包含這個煞車油管的固定位置 還有這個ABS感應線的固定座 這裡也有另外一個固定扣具 這些所有的一個細節 全部都是符合原廠的一個固定位置 那在上座的部分的話 這台車它的上座 有一個飾板還有雨刷擋板 把它擋住了 所以要拆窗的時候會比較麻煩 需要把這些拆開之後 才有辦法拆得到 BG上座的這三顆螺絲 這一顆引擎是 1.8升的 油電引擎 那至於在 CC的俱樂部裡面 我們可能 比較少在這裡做直播 所以用料的部分的話 經理也跟各位來做一下介紹 比如說裡面所填充的主泥油 這個主泥油 就好像是我們人體的協議一樣 非常的重要 它代表的是抑壓的一個力道傳達 所以主泥油 我們是使用意大利IP的主泥油 這個意大利IP 它不是授權來台灣混裝的油品 是從意大利一整桶 大油桶進口來台灣的油品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度相當的不錯 那在單價的部分的話 相對意大利進口的油品就會比較高一點 如果有CC的車油 是有比較熱血的 有在騎大型重機的話 在意大利有一個大型重機的品牌 叫Aprilia 這個Aprilia 它的前叉 跟後避震器的指定用油 就是使用意大利IP的主泥油 所以它的品質 還有知名度的話 是相當的不錯 在台灣其實有很多的 避震器的製造廠商 也是使用意大利IP的主泥油 至於在壽命最重要的部分 油封的部分 我們所使用的是跟日本的Tim 知名的避震器品牌Tim一樣 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也許有的車主 對這些的一個品牌知名度的話 比較沒有那麼了解 但這個品牌啊 NOK的話 是日本最大的一個油封廠商 如果車主的話 不太了解 可以打上NOK Overlink 或者是NOK Pocket 就可以搜尋得到 這些的一個零件的一個知名度 所以它的品質啊 相當的不錯 那KT本身 這裡 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並不是授權 或者是委託其他廠商 幫我們KT來做代工 然後再做銷售 所以KT的話是製造 還有銷售 那至於在台灣 我們從北到南 分別都有經銷商 可以來跟車友來做服務 那這些經銷商 那邊的話 其實也都有不同車款的試乘車 可以提供給車友來試乘 像之前也有車友詢問說 那什麼樣的避震器的品牌 或者是乘坐感覺 會比較適合自己 其實每個人需要的一個 避震器的一個乘坐感覺 其實都不太一樣 每個人想要的 也許我可能我需要的是比較熱血 那我就需要的是 比較硬派的避震器 我是只想要降車高 比家裡立體式停車場 車高限制的問題 那它那樣的需求 就是需要比較舒適一點點的 所以不同的避震器 它有不同的特性 那KT的話 它其實都有提供試乘車 可以給車友來試乘 那實際試乘的話 其實比較上會是最客觀 聽從車友的建議 可能別人適合的 不代表自己適合 所以經理非常非常的推崇 可以到我們的各個的一個 新校的據點那邊 去預約來做試乘 試乘不滿意的話 那就考慮其他品牌 試乘滿意的話 再考慮KT就好 那如果經理剛剛所介紹的地方 還有車友沒有了解到 或者是想要提問的 或者是說 有想要試乘的話 那也都很歡迎 跟我們小編聯絡 要試乘有問題 都可以實訊我們小編 以上是今天 Corona Cross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